虽然我是一位神经外科大夫,但会显示一些颗普文章来帮助大家正确认识疾病与风险,许多患者慕名前来。 金主任,我应该每天都不用艾斯匹林吗? 这是在我们诊的一位患者,向我问的第一句话,这位患者今年55岁,没有什么症状,有高血压病史,还有高胆固醇,并非动脉狭窄,曾发生细性脑梗死。 住院后无碍,虽然我不是一个内科大夫,但医者人心,这位患者应该通过一些措施来保持健康,保持身体活动,吃营养食物,控制血压和胆固醇。 那艾斯匹林怎么样,应该服用艾斯匹林来降低昏未来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吗? 艾斯匹林是一种具有许多益处的神奇药物,它被用来减少发烧,炎症,疼痛,它在针对斑块上有异的原因是抗血小板,也就是阻止血小板凝结。 艾斯匹林抗血小板的作用有效降低了血栓形成的风险,这样已就预防中风的发作,艾斯匹林对于二级预防,曾发作过脑梗。 艾斯匹林,新格,支架或胎桥手术,是有研究数据,可以明确表示,艾斯匹林为大多数人群提供的益处大于风险,而艾斯匹林对于一级预防,没有发作过脑梗。 新格,支架或胎桥手术,的人群中益处与风险不太确定,国外有研究统结,针对计算了每天服用艾斯匹林,十年的一千名,男性和女性的风险和收益。 男性,一千名六十岁男性使用艾斯匹林,十年的风险和好处,减少幼人死亡,减少二十七次心脑虚管疾病的发作,二十四起肠胃到副作用,中风没有变化。 女性,一千名六十岁女性使用艾斯匹林,十年的风险和好处,十二起肠胃到副作用,心脑虚管疾病发作或死亡没有变化, 降低百分之十七的中风风险。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,艾斯匹林对于没有任何潜在风险疾病患者的益处较少。 那么如何来正确地服用艾斯匹林,以及是否适合服用呢? 如果对艾斯匹林有副作用,除非不不适,容易出现或过敏,我不建议服用艾斯匹林。 如果患者患心脑虚管疾病的风险很高,艾斯匹林可能比伤害更有益。 如果患者患血管疾病的风险较低,艾斯匹林的益处可能有限。 更多相关脑虚管疾病的问题,右上方,关注本账号,欢迎各位在下方留言咨询,我会在业余时间回答各位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